亚洲旅王刘中田倒下了 4月13号 中旺集团被迫从香港联交所退市 一个14岁辍学的中国农村孩子 凭借借来的200元钱起家 最后成为中国首富的励志故事 就此画上了句号 刘中田的事业轨迹紧随时事而起起落落 他几乎踩中了中共不断变化的每一个节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计划经济已经走入死胡同 中共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活动的束缚 向他定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实施商品价格双轨制 因此也成就了许多一夜暴富的岛爷 中国经济体制在一片混乱中转型 官商勾结的产物 岛爷 成了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 而刘中田无疑是个成功的岛爷 他在双轨制的机遇中 收获的不仅是资本 还有与官员打交道的经验 到80年代末期 双轨变单轨 政策变相之后 刘中田转身干起实业 1989年 他在辽宁省辽阳市 创办一家化工厂 年仅25岁 后来 又先后创办了辽阳铝制品厂 福田化工 橙橙塑胶等企业 1993年 刘中田创立中港合资公司 辽宁中旺 专门生产建筑用旅行材 而香港出资方 是他百分百控股的一个空壳公司 那时候 合资企业可以享受额外的税收优惠 这一布局 也意外地为日后中旺集团 绕开中共10号文件限制 顺利在香港上市 提供了便利条件 1994年 中旺建筑用旅行材 正式投放市场 巧的是 当年7月 中共国务院颁布 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随即 住房商品化 产业化体制 在中国全面铺开 房地产开发商和上下游行业 高歌猛进 当时业内流行着一句话 要想发 搞开发 自此利用政府权力低买高卖的倒爷时代 正式落幕 官商沆瀉仪器的闷声发大财时代来临 依托野蛮扩张的房地产行业 刘中田 旅行财生意越做越大 公司产能从零到超过十万吨 只用了三年 他从一个14岁便在商界闯荡的个体户 逐步转变为民营企业家 人生定位变了 他的眼界也变了 1996年 美国旅业公司计划通过并购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 经过几年的调查和谈判 2001年开出4.5亿元人民币 约6500万美元的高价 向全盘收购辽宁中望 刘中田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拒绝了国际旅业巨头抛来的橄榄枝 他解释说 经过几年的接触 我们已经掌握了旅行财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必要的客户 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拒绝美旅收购案的同时 他决定转型做利润更大的高端工业旅挤压财 2002年底 转型计划刚刚提上日程 便遭到几乎中望管理层的一致反对 其中最激烈的一个是刘中望胞弟 时任中望总经理刘中所 他认为工业旅投入巨大 要从零做起风险极不可控 当时建筑旅行财市场仍处在供不应求阶段 但国内生产工业旅财的厂商却是少之又少 没有成熟的规模化企业可以参照 2003年 刘中田力排众议 初步将工业旅挤压产品推向市场 并持续购进设备扩大产能 那时距离他提出转型设想已经过去了七年 期间投入了数十亿资金 除购置大型设备 还在招揽科技人员 产品研发等方面做了大量投入 2008年 中望产能超过53万吨 位列全球第三 亚洲第一 它是多家国际知名汽车厂商的合作伙伴 也是中国高速铁路动车组 整车车体 铝挤压材的主要供应商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建造、运输、机械设备 以及电力工程等领域 中共在当年底启动一项4万亿投资计划 以应对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 隔年2009年5月 中国中望控股有限公司 成功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并创下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 全球资本市场最大一单IPO 总募集金额达13亿美元 刘中田的身家也因此飙涨到240亿元人民币 约35亿美元 超过了2008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刘永勤 此时也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完成上市后 刘中田回到辽阳市的中望厂区 他对前来采访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说 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个农民 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也有意提到 刘中田是个保持着农民本色的民营企业家 辽阳当地人说 刘中田是一个念旧的人 落魄时帮助过他的人 后来都受了他的恩惠 据公开的资料 刘中田除了汇集中望集团所在地 徐家村的老弱富儒之外 也向当地政府军队 以及官方号召的慈善项目 捐献了巨额资金物品等 在刘中田谋求公司上市期间 他同时进入中共政治精英俱乐部 从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 连续10年出任两届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期间每年的春天 他都会与党政军大员汇聚到北京人民大会堂 聆听中共领导人做工作报告 这是中共给民营企业家最高的政治待遇 从2011年开始 刘中田通过入股等方式进入金融领域 截止到2018年 他通过旗下公司 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9家金融公司 其中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等 然后刘中田再通过这些金融机构为自己融资 但到了2013年 中国政商界出现分水岭 刘中田的事业也由盛转衰 从那以后 他再没进入政治精英云集的全国人大会 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 在2013年3月全面接手党政军大权 国温体制落幕江泽民干政时代结束 政商界进入动荡的新旧权贵交替时期 前商界巨头肖建华、吴小辉等人 都是江泽民时代旧权贵的白手套 习派新贵登场后 他们纷纷落马 人才两空 从岛爷到江泽民主政干政时期的闷声发大财 前后共计30余年 这期间是官商勾结的高峰时期 到习近平执政后 城头变换代王旗 商界被动卷入政界的大清洗 因而遭遇池雨之殃的商骨巨头不胜危举 刘中田在2020年 也险些卷入豪车进故宫撒欢事件 当年1月 微博用户陆小宝LL发布开越野车进北京布公博物院的照片 而后在中国社会引发广泛争议 有人经书里发现 这位博主原名高露 微博认证为某航空公司的空姐 他在美国的房屋产权 曾信托转至刘中田前妻名下 高露是已故中共开国元老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的孙媳妇 刘中田在起步阶段 能够准确地踩中每一步国内经济发展的节奏 但身处共产党造成的畸形经济体制之内 几乎每个豪商巨股都不能免于权贵势力的盘剥 有的干脆充当他们的白手套来谋求富贵 获得一时的险要 但终究得不偿失 中旺集团上市后 刘中田将眼光投向国际市场 当时中共政府提倡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 同时给予政策和财税方面的支持 从2009年开始 中旺生产的工业履财 凭借政府补贴在全球打起价格战 并迅速扩大所占市场份额 导致国际上工业履交易秩序面临挑战 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 2010年下半年 美国商务部针对进口履财展开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 隔年三月 商务部决定向来自中国的履财 征收高额的反倾销与反补贴关税 其中针对中旺的反补贴税率达到374.15% 从那之后 中国履财出口总量锐减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刘中田做出几乎葬送了中旺集团的错误决定 商人只顾追逐眼前利益而失信失忆 最终人才两空的势力再度上演 为了躲避美国征收惩罚性的反倾销 反补贴关税 刘中田先在墨西哥 创建一家铝制品加工厂 然后将工业履财运到墨西哥 再制成履托盘运往位于美国加州的仓库 在那里重新加工成可以销售的工业履财 《华尔街日报》在2016年9月的一篇报道中爆料说 一名美国履业公司的高管聘请飞行员 在墨西哥沙漠深处进行航拍 令人震惊地发现 大约100万吨履财 整齐地摆放在被铁丝网围住的工厂内 这批货物价值在20亿美元左右 约占全球库存总量的6% 足以生产220万辆福特F150皮卡 或770亿个啤酒罐 经过几年的调查 美国司法部于2019年5月起诉刘中田 指控他及其伙伴向空壳公司提供资金 从中国中望购买履财 然后卖给美国买家 在交易过程中掩盖了货物的来源地 进而避开美国关税 长达10年之久 仅在2011至2014约3年时间 由中田控制的几家公司 向美国出口了220万个铝托盘 2022年4月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做出最终裁决 因参与欺诈活动 与刘中田关联的公司 被勒令支付18.3亿美元的罚款 同时判处刘中田5年缓刑 早在美国商务部针对进口履财 展开反倾销调查之初 中旺集团便陷入长期的财务危机 股票在跌跌荡荡中一路走低 后来由于未能披露 2021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 在2021年8月被勒令停牌 今年4月13日 中旺集团被迫从香港联交所摘牌退市 当年刘中田敲钟上市时 意气风发 如今却黯然离场 正应了古训 人无信独立 国无信则衰 小费 字幕志愿者 lifted im川 paper 未试 oc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